飞机急速下坠 头顶突然间掉下氧气罩 搭上大汗航空22号从韩国人川起飞 飞往台中青泉缸 没想到不到一小时就出包 王小姐和家人紧抓氧气罩掩住口鼻 飞机骤驾超过两万英尺 气压变化让乘客的耳朵剧烈枕痛 主要是恶名 有点头晕 但有人是真的蛮不舒服的 我们体感大概是三次 忽然受降所以一些气压问题 所以有一些乘客特别是老人家 可能耳朵就蛮痛的吧 这个机种是737 MAX 本来就有类似的问题 可能以后搭飞机的时候会更注意机种是什么吧 妈妈呀太混乱了吧 很多人在这边聊宿一晚 好不容易顺利降落 机场却一片混乱 有人直呼不敢再搭波音737 因为这回飞机侦测 舱压系统出问题 航班在季周早上空绕了七圈又折返回人川 125名旅客全傻眼 其中还有13人发生中耳疼痛或过度换气 下机后紧急送医 你就可以想象说你做大怒神 可是大怒神只有几秒钟嘛 那这个可能会长达两到三分钟的大怒神 在下山过程当中如果刚好你又没有西安全带 或者说像客舱主员在进行控告服务的话 那这个动作本身是相当危险的 是非常有可能会造成伤亡的 虽然大韩航空紧急启动危机处理SOP 替旅客安排好住宿及早晚餐 班机也改成23号早上10点半 delay总共19小时 不止耽误行程 大怒神奏降感也让旅客心有余悸 继续闻于家瑋 徐邦采访报道